HELLO,大家好,我是iP 我們現在在Toyota新一代十二代Artist發表會的現場 他剛剛已經正式公布了他的價格 新的Artist,他這一次入門汽油版的經典型 是69.8萬元起 至於大家關心的Hybrid入門的尊爵版是81.8萬元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就帶你來看看實車 有問題也可以馬上問想看哪裡就跟我們講 我們會馬上帶你看 在持續探測之前,我們先等一下我們進來直播的人數好了 可以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剛剛在發表會的過程中,其實院長有提到 新一代Artist,他這次當然是用上了最新的TNGA造車工藝 所以他的懸吊系統 畢竟從大家過去可能覺得 非一體式的懸吊改成後雙A背的懸吊 所以他的操控性有非常大的提升 而且這次受惠於整個TNGA造車工藝 所以他的車台抗扭曲性有增加了60% 而且呢,他這次還有再加強的隔音 然後再加上四代Hybrid的動力輸出 他把輸出的峰值提前了 所以呢,整個超價表現一定會更好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網友已經有提問了 我們先來看看實車 進去看看Hybrid的實車好了 因為Hybrid其實也是全新車型 大家稍微看一下 對 因為現場還有其他很多媒體 所以大家可能稍微會委屈一點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實車 它新的造型其實比起以往更大的氣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感覺會有一點點像新一代的CAM 但是當然它的整個氣勢已經跟以往不太一樣了 然後其實Hybrid的車型跟一般純油的車型 它的頭燈形式是有點不一樣的 我們攝影師可以看一下 因為剛好這邊兩台 這個是Hybrid的頭燈 它的頭燈的日行燈是有兩條 兩條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汽油這邊的 汽油這邊的形式不太一樣 它的日行燈也變成中間兩顆的樣子 然後它的形式也變成分成三個區塊 其他大致上造型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mark 如果是一般汽油版的mark 它就是沒有任何的顏色 但是如果不是油電版的話 它就有藍色的元素在裡面 再來我們來看看它車尾的尾燈形式 其實也不太一樣 它尾燈形式有分為LED的跟LED光調式 那我們走來看看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是汽油版的 因為這一台它是汽油版的尊覺型 所以它的LED尾燈也是屬於光調式的 如果說是一般的LED光源式的話 它就沒有這個光調 它就會這邊有兩個光點 所以造型上會有一點差異 我朋友說要不要來看一下內裝 好 我們來看一下內裝 因為現在這裡的媒體有一點多 先大家看一下後座的空間好了 我們稍微排個隊 可以先 我來看一下內裝的空間 稍微看一下前座 前座的位置大概以我的身高 應該會有一個拳頭左右的空間 那在後座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 西部的空間其實余域還蠻大的 然後它的乘坐表現 後面的設定其實是 比較硬朗一點 支撐性比較夠 那它的頭部 可能只剩下兩個指頭 然後這一次的內裝質感 其實比上一代車型進入很多 真的進入滿多 那 再稍微等一下 其他媒體 要看後行李箱的空間嗎 大家可以看一下後行李箱的空間 空間其實蠻大的 我們先翻開一下看看底板的空間 它這一次底板底下 它沒有使用實際的備胎 它是補胎器 然後我把這個拿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汽油版的底板空間 好 我們看完汽油版 我們等一下再去看 油電版的底板空間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汽油版的底板 因為油電版的電池 其實就是在座椅下面 好 好 來 我們去看一下油電版的 好 來 我們去看一下 這一台就是油電版的後車廂了 油電版的後車廂了 打開它底下這裡 後面的部分是一樣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其實 基本上它的空間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受到影響 好 好 電子手煞車和全景天創 因為我們現在裡面內裝還是有人 那我們稍微等一下 這也是可以帶大家看一看實車 另外在這一次呢 其實這一次Artist啊 他全車型 他一樣是維持15吋跟16吋 兩種輪框 但是 15吋的輪框 只有汽油版最入門的經典型是配15吋 其他都是一律都是配16吋的尺寸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稍微等一下攝影大哥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呢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位 可以馬上提問 馬上跟大家解釋 馬上跟大家解釋 汽油版可以選配LED頭燈嗎 目前我現在歸配表手上看到的是 頭燈這個部分是沒有辦法選配的 但是他其實 全車型他都是投射式的頭燈 但是汽油是滷素的頭設石 只有Hybrid是屬於LED的頭設石 另外要再跟大家講一下他們這一次安全性的部分 其實這一次新的Artees他針對安全性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他已經全車系標配了TSS系統 所以他有ACC還有PCS還有車道維持的輔助跟警示 不好意思是車道維持的警示他沒有輔助 所以他安全性系數已經很高了 但是他這一次也把全車系都升級配備7顆氣囊 這也是目前喔 國內首輛車子是有 應該講說在90萬元以下 有ACC再加上全車系氣囊 是兩個加在一起才是唯一喔 然後我們Hybrid的車型它的油耗表現其實非常的優秀 它的平均油耗在測試的結果是有25.8 那下個禮拜我們會進行一次實際的環島測試 我們會找來新的Hybrid車型跟11代的汽油車型做一個對比 大家到時候就可以更明確知道它的油耗表現到底進步多少 好我們現在可以趕快看看內裝了 我們先來看看汽油版的內裝 剛剛有網友提問到 其實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這個內裝 不好意思 它其實整個內裝的形式跟ARIS有點像 那它唯一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這個部分 它原本電子式的手煞車 改成這個機械 傳統機械式的手煞車 然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些內裝的形式 我現場看它的質感其實非常好 從整個大梯這個部分 它都是軟直的 上面也都是軟直的 然後它的儀表 因為這個是汽油的頂級車型 所以它也是有7吋螢幕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這個車機呢 這一台是汽油版 所以它是7吋的 它基本上 跟我們之前介紹過RAV4的系統是一樣的 它也有支援4G的聯網功能 還蠻方便 使用上面還蠻不錯的 蠻便利的 然後天窗 剛剛有網友提問到天窗 我看一下喔 黃色的版本這個部分 我要再問一下原廠 然後我會在文章裡面 再跟各位說明 其實阿提斯應該真的是 國內消費者最熟悉的一款車型 因為它其實從進入台灣以來 還有什麼部分是大家比較好奇想要知道的呢 還有什麼部分是大家比較好奇想要知道的呢 可以帶可以去看一下內裝 好奇想要知道的 讓大家看一下音質好了 因為它這一次它的椅子也是它的一個蠻不錯的亮點 大家可以看到椅子的造型 其實還蠻動感的 但是它是要使用插線去支援Apple Cup Play的 但是它是要使用插線去支援Apple Cup Play的 我們現在看一下它一些細節的空間 讓大家看一下細節的空間 溫度夠不夠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12V的車用插座 看一下它有沒有其他 USB的插座在這邊 在這個位置,這個位置可能比較暗 這邊有一個USB的插座 然後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空間可以放進你的手機跟零碎的物品 然後我幫大家打個光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手套箱的空間 方向盤是不是四項可調 我們現在馬上調給大家看 方向盤也是四項可調 好,所以可以調整出最好的駕駛位置 剛剛有提到座椅的部分 這一台汽油的版本 它的座椅是手動調整 但如果說是Hybrid頂級的話 它是八項電動調整 好,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 另外一個5台那邊的Hybrid的車子 來大家跟我看一下另外一個 來大家跟我看一下另外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真的 方向盤5台上其實相當的好 這台車的內裝是雙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台雙色的內裝 它其實蠻聰明的 大家可能會說白色內裝很容易髒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椅子 椅子 我們褲子會接觸到的部分 是深色的 但是椅背是淺色的 有網友說想要看 想要聽一下 想要聽一下關門的聲音 是不是 這樣收得到贏嗎 關門的聲音 其實蠻扎實的 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那還有什麼疑問嗎 疑問都可以趕快提出 如果說真的 帶大家來看一下引擎式 好了 這個是 這個是Hybrid的引擎式 動力系統的部分呢 其實這一次 這一次 阿提斯他1.8的車型 引擎並沒有更換 維持跟上一代 一模一樣的動力 是1.8的動力 因為原廠考量到的是 這一具動力 它的耐用性非常好 然後 油耗的表現也不算太差 所以就延續它 這個 非LED的尾 這個我可能要在現場找一下 有沒有非LED的尾盒 來我們去找一下 後面有沒有非LED的尾盒 大家可以順便看一下 這個就是1.8 1.8的動力 對 他並沒有油壓頂感 以前蓋並沒有油壓頂感 以前蓋是用傳統的 油壓頂感支撐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盤 大家如果沒有疑問嗎 大家如果沒有疑問的話 我們的直播可能就要到這邊靠海端路 來 駕駛按摩 全氣場中設施突出來 感覺腳會輪到 來我們現場帶來看一次 不好意思 因為這邊有其他家媒體 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會不會頂到 我就實際做一次給大家看 會比較清楚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高度 基本上它是頂不到的 我把它往前一點 我的身高是175公分 這樣大概離前面有一個旋轉會去離 這一次 他們原廠有特別強調說 他們隔音的速靜性很好 我們攝影師也可以進來這邊 稍微來看一下內裝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Hybrid車型的內裝 它在排榔頭的前面 它除了有Drive Mode之外 它還有一個EV Mode 它可以使用純電的模式行駛 大家對車子還有任何的疑問嗎 如果沒有疑問的話 我們的直播就要 準備要告一個段落了 好 我們出來外面 我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的售價 這次是新全新第十二代 阿提斯他的售價 汽油經典入門的經典型是69.8萬 桃花型是72.8萬 再來汽油的頂級型 汽油頂級的尊爵版 是77.8萬 如果是Hybrid的話 Hybrid入門的Hybrid尊爵版是81.8萬 如果是Hybrid的席建版是89.8萬 如果是Hybrid的席建版是89.8萬 全車型基本上都有 跟預售價格比起來 都有一些微幅的調整都有降價 那今年呢 Toyota他的目標是 今年在年底之前要賣出3.2萬 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目標 而且我覺得非常有機會達成 再來喔 剛剛忘記提醒大家 其實 荷泰針對阿提斯有推出一個 4月底前如果交車的話 他有一個延長訂保方案 就是如果你都有準時保養的話 他會主動幫你把你的保護延長到 5年14萬公里 所以如果真的有購車需求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 那我們的直播可能就要到這邊 稍微更段落囉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